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大家好我是国锋 在2010年的时候 家住大兴区银海镇的白先生迎来了拆迁 在四年过后的今天 八套拆迁安置房和将近两百万的拆迁款已经到位了 面对如此大的巨额财富 白老先生却并没有喜笑颜开 因为他的四个儿女为此巨款已经刀剑相像 他们一家有怎样的故事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节目的当事人居住在大兴区银海镇的银海家园 拆迁住新房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新房住上了却没能让这一家人高兴起来 反倒在各自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给我父亲一个幸福的晚年 今年八十七了 就从这四年开始吧 老人一直心里那么纠结 一直在老是哭老是点泪 我们都挺难受的 就是因为从一零年拆迁以后 现在都散在他里边去了 我这房子的钱给了他的肉 他们这闺女还不干 他们这闺女现在有一套房子自己住着呢 白家大姐二姐对于小弟的行为不予认同 而小弟则认为大姐二姐夸大其词 从中挑拨他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你看他就拿这个刀 头一次把我打一个就办了 第二次拿着这刀子 我不站起来了 他就拿那刀子 眼珠子是红的 牙是咬的 这个刀尖就挨着我 有一九三印这么宽 他就说我不孝顺 我对不起我母亲 就说我不好呗 不说房子的事 动手了吗 动手了 当时说实际的 当时谁要是不害怕 那个瞎话 我愣得我没原因 这件事在父亲心中 又是怎么想的呢 我得了说我哥儿养老的 他老见的时候 把我的钱分了 他老说他借什么的 给拿了钱 我这钱 我村子 我村子的钱 我都忘了那个人 没我的生活 他才拿不出来 我跟我父亲 并没有多大矛盾 他天天说 我不孝顺 说我爱人 骂我父亲 只得我父亲骂 我父亲老是有那么阴影 他老是不能让他忘了这句话 老日 不过大大姐 那天跟我 我的手 真的 人都清整 他抓了我 抓了我 多的 多的数包 我的手 弄破两块 究竟是姐姐们 因为想要征房 从中挑拨 父亲和小弟的关系 还是小弟不孝 和父亲大姐 大打出手呢 两位大姐 现在的诉求 就是想把这个家庭矛盾 谁是谁 分得清楚一点 然后房产怎么分 还有老人的赡养怎么样 明确 然后小弟就觉得 突然就委屈了 说两位姐姐 就是为了分老人的房产 才在这里 搅和家里 小哥出现了他的关系 一共八套房 老四有四套 老人有三套 然后老三的房子有一套 老母女生就死了 如果老母女确定 是一一年死的 拆天之后死了 这里头有 表面有他老父女老母 这里头有 夫妻能拆产 对啊 那么现在我首先介绍 今天第一方当事人 也是主动联系 我们的一方当事人 就是白家的大姐 跟二姐 欢迎二位 那个我想知道 是哪一位给我们打电话呀 是大姐吗 还是二姐 是您是吗 我知道您家 是因为这个拆迁的事情 很多房子 然后没有弄太清楚 对 然后您无奈之下 打电话求助于我们了 对对 我看到好像老父亲 现在还在 对吧 87岁了已经 对 他现在是怎么样 一个状况 身体如何呀 现在身体挺不好的 挺不好的 原来从来没住过院 一共隔了五次病 我跟我哥去过一次 我从外人去了三天 有医院 住了三次医院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是不是最近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吧 就是老生气 老生气呢 就是1月3号 住了22天医院 4月3号 又住院了 一拆的时候 住很远 胃 胃 胃 是缺脚 胳膊腿不会动 老先生白毛 现年87岁高龄 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 在采访中 我们了解到 老人现如今的生活条件不错 也没有经济上的负担 加上子孙满堂 本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庭矛盾 让老人在晚年 还这样糟心呢 这个拆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0年4月份了 开始动员的 到现在已经有四年时间了 对 那么关于拆迁安置的那些房子 已经下来了吗 下来了 已经下来了 入住了 这四年当中 几乎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停过 是吗 一直都没有停 事情呢 就从我弟弟白广志 变更以后 哪个弟弟 我知道你有两个弟弟 白广志 是老四对吗 对 老四 变更以后呢 一开始我不知道 一开始我们家不知道 我父亲不知道 这拆房的事呢 全是我们都没在家嘛 就是我弟弟 就是白广志嘛 跟我父亲在一起 我父母呢 就委托他吧 是经过全家人同意 能办这事 反正就是让他 是他跟父母一块住是吧 对 就让他办这事 他就办 办我觉得 我们拆迁迁迁挺好的 关系特别好 他也是一个 怎么说呀 挺好的一个人 就是以前没什么事 那对 我们 你看他一说就乐嘛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变更 谁也没有想到这事 就算变更 也无所谓 没拆迁 我就说给他们俩一的一套房 说了三次 他做了什么 让您现在有这么大的一个形容的反差 就是您说之前挺好 现在都没有想到 完全出乎意料 对 他现在变了一个人 他做了什么 您告诉我 他就是把这房子 把我父亲的房子 变成他自己的 在拆之前 变成了他自己名家了吗 拆之前是我父亲的 对 拆完之后呢 是他的 就是中间 你感觉很蹊跷 拆之前都是父亲的房子 对 然后他只是在父亲 跟父亲一块居住 对 是这样的吗 你说一个老宅 对 然后父亲的名字 但拆完之后 几乎全变成他的名字了 对 你看我父亲的房子一共是 拆完之后是741点 点后边那个数我就忘了 完了呢 他赠你白雁龙 270多平米 他就 他就没赠你白雁多少 完了白雁是80多平米 这事吧 挺长的 他一开始是我父亲一套 我大弟弟的孩子是三套 他自己是名下是四套 等我们那个购房合同下了以后 又变了 我父亲跟那个我大弟的孩子 他俩被他俩就名下就变了 我父亲名下变变成三个了 我大弟的孩子变成一个了 然后你弟弟是他 对吗 小弟弟是他 对 最后他们我大姐选了个对门 83.5 都已经给了很框了 现在他占了两套框 他把他们家的洗衣机 电视 打病箱千块给我锁下来了 他拿了钥匙 总共我说起来是八套房子是吗 对 就是老房子拆迁完了以后 是八套房子 以前老房子居住那个模式 您说了有父母 然后还有四弟弟他们一家 对 是吗 还有谁呀 户口或者居住的情况 就他们 就他们两家的 对 父母跟他们 对 户口也在那 还有我大弟弟的孩子吧 跟我父亲在一起 哦 大弟弟的孩子跟那住呢 是吗 对 户口也在 我父亲跟养的孩子 像您二位就是根本就没在这住 对 只是说听说这个事情 当时怎么听说了这个事情的 我那会儿 正好在家 我爸爸在我那住 等于拆迁完了 他们自个儿租的楼房 我爸爸在我那 在我那住了之后呢 就是那个写的这个变更 这张条子就拿回来了 户口老师天天那么散 反了四年了 我爸爸不认字 让我看看 我一看上去写的是 冤产天白毛 现在如今变的白光智如下 经过大家同意 4月10号变更 白光智赠一半眼龙 200多公里 就这么写的 我一念 我爸我就急了 我爸说这个变更 怎么也没跟我说 怎么着他第二天 就是当天要去找 那个拆拆办 我说你别去了 快下班了 这是第二天 早起了两人就去了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的 由来应该还是 父亲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 很不满意 对 我爸就是不愿意 然后你二人才卷进来 对 原本是父亲的房产 为何会变更到小弟的名下 难道真如姐姐们所说 弟弟有了私心吗 他不给我也无所谓 我跟我父亲当时说过好几次 我说连我都是你的 你不给我 我不要了 无所谓 我开了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村委会司法所给开的 里面那种什么东西 就是我 我白广志 所有的会前方 老院子那门牌号 那五条三号 所有的会前方 都属于老人的 我写这么个 我为了家里平安 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都抛弃 老人高兴就行了 老人高兴 老人怎么高兴啊 他去一趟就哭一次 去一趟就哭一次 谁啊 他去一趟就气他一回 对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事情啊 就是 房子刚下来 大概几十件 不用那么准确 刚下来第二年吧 大概一一年 一二年那样子 然后您为了家里平安 对 去把您的这个 跟村委会还做了个证明 对 愿意把房子都交给老父亲处理 我给老父亲拿走 老父亲呢 我大姐拿走了 拿走以后呢 我就跟我父亲说 我说你不给我放 你得明白怎么回事 他这个整天不是跟药会 你说那种什么 就那 我不给要弄死你 不就是他们 就那 本来想是对于父亲的 一种安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想让父亲安心 我不是要跟老父亲 争什么东西 但是好像被大姐 就是当做一个利器 对对对 他垄断着 拿着不给我 我要了有五六次吧 今天丢了 明天找不着了 破纸没用 他这么说 就是他证明不要老家的房子 可是每次 拿刀子也好 打我也好 都是喂房子 他口口声的说不要房子 可是他喂房子的 差点玩命了 就说是 小弟白广志表示 愿意把房子都给父亲 也开了证明 但姐姐们却说 他们私下的斗争不断 到底真相是什么样的呢 毛泽会有个起源 他当初 比如说您说拿了四套房子 是你们不愿意不让 还是说他需要更多 他需要五套六套七套之类的 不是我们两个不愿意 是我父亲的爸 我父亲说呢 是哥俩 等于是八间房子 白广志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一平米 他的三百六十一怎么来的 我现在不明白 他的三百多平米怎么来的 剩下一共七百多平米 我那个七百多 怎么算 也加一起怎么加 做不到那么多 穿上他俩骨子的 刚才二位都说了 是父亲确实 对我爸不愿意 这么去分配 不愿意去顺从 这个老四的定义方案 那您二位如今坐在这里面 就是也是主动联系我们的 对您家这个事 有没有一个就是 处理方法或者意见 你有没有想过 该怎么说 是听父亲的呢 还是你们有一个方向 跟父亲商量好的一个方向 该怎么分配 有想过吗 八套房子该怎么分 您认为 没有没有 我就听我父亲的 他想做药 先把老人给鼓动起来 对于这八套房子 您二位 就您本人来说 对这八套房子 有没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认为 自己应该最起码有一套 或者说 有一些经济补偿 有想法吗 一开始没想法 后来他们 就是积累了这些个矛盾 他们一共 就说是这房 他想都要了 我爸不敢 我说你都要了 你还没有 胡说八道 真是胡说八道 我听说现在母亲 都已经不在了 对 我妈没有了 现在也是生点气 一直拆枪 一直生的气 生到死的一天 都问这方 变过来了吗 就问了这么一句 这个家是老二不动起来的 现如今您二位 对这八套房 有没有一些需求 告诉我们 一开始我父亲没有 我们也没有 后来把矛盾到现在 我父亲没人管 咱们不说父亲先 父亲一会我们单独问他 说您二位自己 对这房子有没有需求 有一套还是几套 还是怎么 明确告诉我们 这个家老二最坏 您二位怎么了 一人住了一套 我父亲一人给不了一个 就是现在目前 就是说你们二位 一人一套房子 对 七万这两套房子 也确实是你们的 是吗 现在还没有写名字 没有写名字 谁的名字呀 现在还是我父亲 还是父亲的名字 这两个房子 是多大平民 你告诉我 88 都是88 对 两居室 对 另外六套房子的分配 你们有一个想法没有 把房子都要着 最坏的就是他 我的想法就是 我父亲有一个 有一个好的晚年 我可以不说什么 如果如果我这个弟弟啊 白网之家对我父亲不好 那我该是我的我还要 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父亲不开心的话 就以药房的形式来 不是不是 父亲不开心 我就觉得他不应该得那么多 那您现在默认的是 他拿多少房子呀 这个我不知道 白家大姐和二姐 始终坚持听从父亲的意愿 那么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故意你给一套 我不写他们面了 我写他们面 他不 他不知道我录路的 我个人写我个人 我个人的面 我个人给我两套 剩下的给他们都得了 不要了 通过采访 白老先生所说的这段话 我们不难感受到 老人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 极其缺乏安全感 为了彻底化解白家人的矛盾 我们把老父亲 白毛老先生 请到了第三条解室的第一现场 那么现在在我们现场 就处的是这个家庭里面最年长 也是其实最主要的一位先生 是白老先生 白老爷的 欢迎您好 那个刚才跟您几个儿女都沟通过了 能听见我说话吧 他们都说的说法挺不一样的 然后呢 我不知道您现在了解的是 怎样一个版本 老爷的 就是您家这个事 您感觉对谁不满意啊 您先告诉我 您现在的想法 我家这个事啊 他这里就由这个变更说起了 变更说起是吗 这个变更后来 我不认识的 叫我去那首位的 那么这个领着我的 去那首位的 要除变更 就是闺女 就四年了这句话 谁令您过去的呀 老四 不会嫌 年个首页就行了 是老四带您过去的吗 就这个 就是斗子这个 带我过去的 我起了 让我年首页 我的年 干什么八套房 我年了六套房的 我想想 我别认识 省了两套房的 我都装着过来 装着过来 我归人家住呢 我上归人家去了 以后怎么办 他都不想想 他老说 我说了算 改成我的面 我给你们两次 老说这个 你分得了吗 到了法院 已经分四份了 您说慢点 您刚才说八套房 六套房怎么样啊 给谁啊 六套房 我没说八套 我没说六套 您说您自己 揣两套不是吗 揣 揣房的时候啊 那时候还没给 还没给房呢 他说我愿意 把我那儿房拆了 拆了他扔出去啊 他那个 塌了房 是我那儿房 连木头带砖 他弄出去 他翻盖了 在您的房子边上 他翻盖了一个房子 对不对 是我的房子拆了 连砖带木头 他 可是给我翻盖了 就是说用您的材料 给他自己 盖了一个 180平米的房子 是不是 在后面 是他的了 那房子 那个 那个 那个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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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窗 是给我的 来老爷 对我问您啊 听清楚我的问题 不是给他们的 来听我一个问题啊 您感觉啊 您家那个老宅子 拆完了以后 不是分了八间房吗 对吧 您感觉这八间房 或者说老宅子吧 是不是都是您的 都是我的 对吧 那老宅子都是您的 他都不知道都是他应该怎么 拍 这关于他每天 再说 不说以前了 现在都是您的 八间房都是您一个人的 都给您了 您现在是怎么分配 是都自己拿着 还是一人给点自己留点 他懂得他不顾本 他老先手 先手 挺好 给他洗脑洗看 他刚才说了 我跟您转达一下话 老爷子 您这个老四这个儿子 刚刚在这说了 他可以一间都不要 没事 就是您不给他一间 都没有关系 都您拿着 他告诉我们所有人了 我们听见了 哪个 老四 叫做 白广志 白广志告诉我们 说他可以一间都不要 听您的 他冲我磕磕头 他不管我了 我也不给他 您不给他 他不怪您 他不管我 我都不给 所以您可以不给 他说了 那您现在想怎么给 是都自己留着吗 把这房子 他不要正好 闺女到他买房子上 正合适卖了 然后该怎么给 不要了 我都留着自己用 还怎么的 都要了 也给他一间 还给他一间 给他一间 然后还有七间 闺女一人一间 闺女一人一间 生气的 我带着走 你说谁一间 老三也一间是吧 老三一间 老三一间 也就是四个孩子 一人一间呗 对 然后您留四间 对不对 还有一个孙子 孙子给一间 孙子是哪个儿子的呀 孙子是我养到了的 是那个老三的孩子是吧 孙子没养 那也就是给出了五间 您留三间是这样吗 孙子一间 孙子一间 然后四个儿子 女儿一人一间 对 没听错吧 这个老四有儿子吗 有孙子吗 跟您可能远点还怎么的 就不给了 同样的孙子 他你有他娘 然后我都 他个人有放 行 也就是说按您这个说法 这么分配您愿意是吧 您留三间 另外五间给出去 这是五间的 我也有三间 我三娘 我个人 我个人养老了 我用他 他出我磕了头 他不管我了 我也不 我也都算了 我也不知道 你找我你为什么 我刺激你 老刺我 那这八间房子 大小不一样 您知道吗 有大有小 有一居室 有两居室的 您想过怎么给吗 前头 他便跟我知道了 我不干 我不干了 这公主要他依着我了 依着我 把这个房子 把这个房子给我的 把这个钱也给我的 我给他们分了一呗 给他们分了一呗 为了这个家 操劳了一辈子的老父亲 如今到了晚年 又想着该如何分配财产 经过家里的一番乱战之后 老父亲的心中 对小儿子产生了诸多不满 他那变更 没成功的吧 打这个 打哪个 抽出来扔死俩 他把这个他都要了 他要无套了 来我问您一个问题 我突然想到了 能听见 是这样 您老在提变更二字 您是不是以为 这个老四在骗您呢 他叫着我 您手印钻我 钻您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在骗您 他们只得人 没提这个变更 我后来 找回忆给我念了念 念了念 很想回忆 所以啊 我问您的问题是 您是不是以为 这个儿子在骗您 都是小儿子骗我 您还是认为 他在骗您是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说媳妇 所以您认为您受骗了 因为变更这个字 您不知道 我不认这字 我可以钻我 走出来闺女不钻我 我念念 我听听 变更 我这知道了 我不敢 我猜啥 看来如我们所判断的一样 老爷子就是认为 首先确实是 特别相信 这个历来的这个想法 这房子就全是自己的 我也一再问过了 是不是这老房子 包括新房子 都是他的 他说认为是 然后因为 女儿念了这个 细节的一些文字里面 这些里面 肯定会提到这些东西了 然后老爷子一听 好像不对 完了 受骗了 这个让小儿子给蒙了 这个本来全是我的房子 怎么就有他四间了 因此这个老爷子 就是确实恼羞成怒 也确实 对这个儿子包括也说了 就是不过还能给一间 听起来还不错 这个这个老爷子 来老爷子 以前他都用不了 老爷子 知道我们今天 老爷子我问您一下啊 您是说啊 这个原来儿子一直跟你说 八间房子都是你的 结果呢 闺女给你念了 变更了 你发现他放到自己名下四间 所以你生他气了 你觉得他骗你了 是吧 虽然老人年纪较大 表达也没有那么清晰 可我们还是从老人的表述中 听出了老人 认定是小儿子骗了他 尽管如此 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 白老先生对小儿子的爱 在这种情况下呢 儿子为了让你放心呢 就跑到司法所去 这个让他给你开了一个证明 说这八间房子全是你的 我一间都不要 有这事吗 开了个证明 他结了 他结了 他结了证明 我又给 证明 我也给他的 是 不是你证明也给他了 但是你儿子也被这个事 向你表白了 说这八 这个房子 原来老宅子那些分的那些房子 全给你 都是你的 我不要 这个事他也跟您说了 但是你还是不相信他 是吗 他不要证好 都不想那他儿子好 光小儿子那坏 就会变更 然后呢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拿出来九十万块钱给他们分了 给你这个小儿子二十万 是吧 给这两个姑娘一人十万 小儿子五十万 小儿子 也就是给老四给了五十万是吗 他五三个人两钱放 我给他二十万 不是那你一共给了他多少钱啊 给他五十万 那你那二十万是什么钱啊 这个多只的这个 老四 这个大的给他二十万 你是说给了小儿子 给了小儿子五十万 就给那个白广志五十万 然后给了那三儿子呢 因为他给我翻盖了两间房 那他帮你翻盖两间房 给了老三呢二十万 给了两个女儿呢 一人十万块钱 一人十万 行 听明白了 不要 小老师 我感觉这个老爷的忧患意识特别强 就是可能因为上个年纪 身体每况日下了以后 很害怕 所以我特别担忧 您的意思说 在没这弄房之前的时候 您的小儿子人还是不错的 是吧 都也不错 不错吧 那为什么 您这么信任 让他去弄这房的情况下 现在却变成那么不信任他了呀 他突然呢 然后他就给变回来了 放肠热 放肠热 要我放肠热 我给他放肠热 要我身份热 我给他身份热 我觉得老爷现在身份不移的自己 是良人 自己被变了 是良人 我这点拆散 都成了哈克人的了 我再给您说几句 我给鬼呢 我给鬼呢 为什么给 什么时候给鬼呢 我这儿啊 现在 我看着我 小儿子变更 我不敢 我得罪他了 这俩 这俩 这俩儿子 我不打算指着了 我要指着鬼呢 给鬼呢一套 我现在这才变 这心里是变过来了 这这这 这这 心里是想着 鬼你要管我 凭小儿子讲 鬼呢不讲没事 是这样 他现在 他觉得自己得罪了这个小儿子 怕靠不住 得罪了 所以说他现在 为什么要给房的原因 是因为我想靠着女儿 所以给鬼呢一套房 那您现在跟鬼呢 生活多长时间了呀 在一块生活 经过一番交流 我们发现 老人的忧患意识极强 自己被骗的这种想法 在老人心里 已经扎了根 对于自己以后的 赡养问题 老人也表现得 非常忐忑 老爷子 您现在生活 有什么困难吗 还 我的钱 还有几十万呢 您还有几十万 经济上没困难 生活照料呢 您希望谁照料您呀 是雇保姆啊 还是希望大女儿 二女儿 还是两个儿子 谁来照顾您生活 这个有想法吗 哎呀 说起这个保姆来的 我跟你们说两句 不 您是说愿意找保姆 还是愿意让你的女儿 或儿子来照顾您 一次不不行 一次我打过去 不让我们去 对 不让我们去 这个生活还是指着闺女 还是指着闺女 人家不过 人家别人 现在您想不想 让您的两个规矩 去帮您做饭 想吗 让我规矩给我做饭 行不行 行不行 这总的这个人 黑他们管我 他这大黑 咱们先请他儿女们上来 看看他们儿女的意见 好吧 什么又提了 四年了还提了 从白老先生的表述中 我们感受到了老人 话语间的犹豫 对于自己今后生活的茫然 于是 我们把白家一家人 请到了我们的第一现场 老父亲以后的生活 要如何安排呢 那么现在通过我们三方 应该是他们一家五口人 已经坐在我们现场了 刚才我们老师 在最后的时间 反复在问您 说以后想跟谁过 想让谁照顾您 您总是好像 没有那个自信来回答 说靠谁 或者说让谁照顾您 四个孩子 没有一个您信得过吗 我打算都不依靠 都不依靠了 你觉得我 我一直这个变更 我不让变更 把他一家都得罪了 来问问老四 您感觉 咱们先不说是非啊 老父亲说得罪您了 您记恨老父亲吗 他得罪我了 这是他的原话 说因为不让变更 所以说他认为得罪您家了 因此靠不上您家了 不可能 他原来啊 当着我大姐二姐 可能我哥不在场 说过一次 你都跟着小儿子过 哼着乐就跟我说 我说你跟着我过去吧 你不知道说我几次 您直接告诉老父亲 在我们这儿告诉老父亲 您怪的他吗 您生他气吗 我不怪他 我怪自个儿怪 自个儿老人那咋行啊 我连我都是他的 跟父亲说 您说我不怪你 都是您的 您说 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 我说连我都是你的 你有病 我卖方都给你看病 是不是那么说的 老爷子一直纠结 就是您磕的那个头 您到现在 能不能跟老爷子说一声 那次那件事 您做错了 我错了 别老听你点事了 他刚说磕了一个头 确实磕了三个头 还有点带想 然后您应该告诉父亲 那个头磕的 不是为了说 终结您二位的父子关系 不是说以后就 不牵连了 只是因为当时 您的可能冲动 可能说意气用事 跟父亲解释一下 当时是那么想 跟父亲解释 他很在意 当时 你别纠结那个 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了 你要跟着我过 我每天把 每一个星期 我接我大姐二姐 接一次来 你要上我大姐二姐那去 我每天晚上上这看你去 我说过吧 我说这话你都不相信 连这话我都说过 在第一现场 小儿子白广志 在调解嘉宾的见证下 向父亲做出了解释 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试图化解父子之间的矛盾 而此时 大姐的一番话 引起了调解嘉宾的注意 今天我这么多年了 我头一次听见 白广志叫我大姐 我们走对面都不带说话的 眼皮都不带聊的 大姐 我倒觉得 您说这么多年 他都没叫 今天在现场 当着我们大家的面 叫了 你应该感到欣慰 我感到惊讶 应该欣慰 我感到他在演节目 他在给别人 他在给外人看 我能说两句吗 为什么老的 不让他那儿去 因为是白广志 他媳妇 指着脑闷子 说白毛白毛 叫着白毛 我打断一下 而且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打断 对对 刚才我们一直在 盯问老爷子 打算跟谁过 我现在跟您说一声 刚才他媳妇说 我要骂街 这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一声 你听听啊 你们都各位都听听 那是当初 那是他们家人 媳妇骂我 骂完了我 我找白广志 打电话 我说你说 你们家人 媳妇骂我怎么办 他说让我随便 他也当时说二姐 别管了我 回头我说 我什么话都没有 我们现在 集中要解决的是老人 现在他的赡养问题 你父亲八十多岁了 坐到这块 这么晚的时间了 你们要 你们要爱惜 你父亲身体的话 我觉得咱们现在 应该集中精力解决 这 好吃馆 他又屁股做了吗 我这个行动 中待行动 这么着吧 我说几句 你要知道 八碗饭都没吃 没吃到他呢 我说几句 走不上饭 走不了饭了 这个事 我是这么说 我呢 条件不能太好 两个孩子 一个媳妇没后悔 我工资低 我父亲远 跟着我去 吃饭去 我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随时去 我随时回应 他要不愿意 上我来去 那我没办法 我只能坐在这 老爷子 您听明白了吗 您大儿子说 您要愿意 跟他一起生活的话 他吃什么 您就吃什么 有他吃一口 就有您吃一口的 您什么时间去 他都欢迎 对于其他人 管不管 他都无所谓 您愿意 跟他一起生活吗 现在我 我跟着黑 钱反正多少 我的钱 你的钱归您 你的钱归您支配 料是没用了 以后都没用了 快死了 有什么用 那么我就直接 给您出主意吧 您手里边 还有几十万 花钱顾保姆 还是给您做饭 别人爱说什么 说什么 您认为这个保姆好 我就用这个保姆 别人谁也弄不走 您做得到吗 是可以 你看 他这道桶平衡 对 一直这么做 一直这样 因为这个事好办的 有钱就行 有钱就行 对 相比较而言 我只能这么判断了 老人宁可希望 花钱顾保姆 给自己做饭 都没奢望着 说四个子女 我希望谁来给我做饭 他怕他 这点我能说几句吗 我跟他的意见 应该是一样的 其实我想知道您说什么 其实老爷子 他特别在乎四个孩子的感受 他谁都不想说 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的 那您想说什么 您说错了猜错了 我父亲啊 他那个老脑筋啊 儿子 儿子 就是儿子 您说他就是重男轻女 是这意思吗 你听我说呀 他就从心里愿意跟着白广志 这是他的心理啊 可是经过这四年的反反服务 反反服务 好多事实证明了 他跟不了 跟不了呢 我妹就给他做饭 完了 白广志不给做饭 我爸叫谁也不用 他只要不给做饭 你们四个谁都不用 我雇人 雇保姆 我爸说过 他要是给做饭 你们四个轮车给我做 最放不下的就是他 是这样的 然后刚才大姐的话呢 又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时刻 您知道吗 最重要的 不是说再跟他去求证的 哪个时间是怎么回事 最重要的是 您能不能给老夫妻表个态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心里最在意的就是你 就不管他愿不愿意跟您过 您在这表个态 咱不过 这就过去了 哭着跟我说 你都跟那小儿子过 我说你跟着我过去吧 我说过几次 你跟我爸说 你是说过我承认 我们不追踪说我说过什么 那您现在就在您的全家 包括您的儿子 包括您自己的 全家 对 我是不甘 您那姓张那家 不是我 不是姓白的家 我上那去 我没地方站 在第一现场 白老先生 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问题 一直犹豫 迟迟未能给出明确答复 面对老人如今的生活状况 我们的嘉宾在第三现场召开调解会议 商讨调解方案 那么刚才我们在中途开了一个短短的会议 对他们家不管是在情感上 在财产分配上 包括以后老父亲的善养上面 都做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这样的探讨 那么现在在我们会议之后呢 也进行了分开调解 在这个平台上面 也是对老父亲 也是跟我们所有观众们说一下的 来 那个四哥四嫂 您二位要说什么 我们听听看 沈阳你跟着我过吧 我接走 把方子分了以后 你跟着我过 对 来 四媳妇你也说一下 因为老人刚才有过一句话 我们都听到了 说好像那个家不是他的家 不姓白 然后表个态 老人同不同意无所谓 你表个态 他不管他怎么想的 我把他接着走 他说我做饭好吃 我还接着给他做饭 他跟着我 我还养他 然后跟房产无关是吧 跟房产无关系 行 他听着他是老人嘛 这是一个态度 老爷子 您听见了哈 您同不同意是您的事儿 没关系 这是儿子的表态 儿子儿媳妇的表态 您自己心里可以琢磨琢磨 没关系 然后对于房产的分配问题呢 刚才其实在我们分开之前 就已经达成了一个 比较一致的方向 那么现在需要落实一下 那个 就是在座的应该是四个儿女 一人一套 然后老四名下已经有一套了 那就是那一套 就不动了 那么现在大姐跟二姐 个人也住着一套 是不是 然后也就不动了 但是可能要牵涉到 之后过户的问题 现在目前是老三 他的儿子有一套 但是老三目前还缺一套房子 有一个三居 两个两居 还有一个独居 三居您要是吧 那给他个两居还是一居呢 你就说给大儿子哪个 是两居还是一居 两居是吧 这个大家也都没意见 老爷子自己的意愿 总之我们今天明确了 那个一居是老爷子的 三居也是老爷子的 还要剩下一个1102 应该是这样 对吧 这三套房子目前 都是老爷子您的 而且名字也确实是他的 现在是这样 就是老爷子 还剩四套房子 然后其他的这个子女 都给完了 现在就剩这个大儿子了 现在老爷子 是一套三居室 两套两居室 一套一居室 老爷子同意把 其中两居室当中的一套 给他这个大儿子 然后呢老人现在自己 还剩下三套房子 就是一套一居 一套两居 一套三居 这个没问题吧 相信各位刚才也都点头了 希望你们都很满意 房产问题解决之后 老父亲的赡养问题 如何解决呢 那么对于老人的赡养问题 我想问问老爷子自己了 老爷子 那么对于您以后的赡养问题 刚才大姐啊 这大女儿可能也体谅您 知道您的想法 知道您特别喜欢儿子 觉得跟女儿好像 在您的老观点里边 好像不太合适 现在那两个儿子 都已经表态过了 包括这个老四老三 其实在我们这都说了 没问题 养您没问题 包括您现在手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您有三套房子 还有一些拆迁款 钱您够用 房您有地住 两个儿子也表态了 可以养您 可以去承担您以后的这个做饭呀 照顾您的这些生活 在于您自己选择了 没关系 您现在回答不了也没关系 您可以琢磨琢磨 我说一句话 你说 我建议我父亲跟着我大弟 建议但是不要勉强老人 他自己想一想 对 因为我觉得今天两位 两位儿子都已经表态了 老人家相不相信与否 还是说自己怎么样 让他自己考虑 不要给他压力 你自个儿有什么想法 说说 不要在这个年纪 再给他更多压力了 他这会儿 他有点纠结了这会儿 我觉得任何事情是这样 因为今天呢 突然有这么一个结果 老爷爷肯定也得好好的盘算一下 所以咱们大家呢 也别给过多的干预 让他自己想明白了 那才是他真正的意愿 好吗 借今天这场合 我真想劝勉一下各位 兄弟姐姐们之前有矛盾 一定要背着老人 你们去商量怎么解决 这是第一 第二 在老人面前四个子女 包括咱们四嫂 在老人面前 我们今后能不能努力去做到 永远 老大 我在老人面前 我不说老二怎么着 老二我不说老三怎么着 老三我不说老四怎么着 就是说 在老人面前 不去提其他兄弟姐妹的不是 这个是老人很纠结的问题 如果大家转转圈的 在老人面前相互指折 这个给老人带来的一种心理压力 是相当用难以用词来形容的 嗯 八十多岁的老人呢 他希望看到我这几个子女 能够和和气气的来我这 哪怕你们 在这个时候 你们装一下呢 我认为也是可装的 是吧 今天在台上 老子一直笑呵呵 装的 好 我建议 其他人 以后当着老人面 该笑还是要笑 这就得装 你不给老人一个 欣慰的一种晚年 非得要把你们的不满 兄弟姐妹这些不满 在老人面前来爆发 这实际上对老人 我用过去在这台上用过一个词 这对老人的精神是一种摧残 所以我建议啊各位 今后你们兄弟姐妹真的矛盾 不要在老人面前暴露 好不好 我就提他们的建议 好 我们家就是就怕这个 行 那我们今天到此结束了 希望你们各自回去 特别是老爷子 对 回去好好想想 好吧 谢谢各位了啊 有形的物质 我们可以界定 而无形的感情 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我们无法从老人的口中 得知他的真实想法 但我们真心祝愿 这位87岁高龄的百老先生 能有一个幸福安详的晚年